小小姐 小小姐 我在你这儿啊 你来 你去这儿怎么看来啊 怎么啊 二人先告状啊 黄雪芹 你来这儿是要送什么 这儿是温白福 不是我们帝王饭店 你如果是要拿 就去拿 你敢做不敢拿 既然这儿你价义有媒体 好啊 我整天今天记者就在这儿了 我就没发声明告 我们在记者里面前面 大姐 说不说 我告诉你没什么好事 你去做 出去 我来啦 杜总裁 你的身份都是我不是肯定的事情 我不敢信你 我今天来这儿 要帝我自己讨论 小姐 什么事情 大姐 我 好啊 唐记者 今天的号码已经结束了 有一点感染事要处理 不过我先上 我记得 这位是帝王饭店的高富林 她跟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我比以前 是游箱企业大嫂 不过她没在准备我呢 她没在看她 跟她一家和我去想 那都是假的 我这个小狗啊 专门把我冲坑啦 散播副实的影片啦 破坏我的名声 哎 杜总裁 你是怎么教媳妇的啊 真正阿爸的人不是我是你 我论人想要讨论 你到底要留在哪儿 还要跟我们最讲解的老师 你不要理想 你宿舍做那些老实的事 我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跟老师攀关系 你做那些事 我都看出出了 如果说真的要出厚的人 那是你不是我 薛仁晴 做台话两餐啊 是你要抢名额 是要抢老师 又说我呢 我跟你说 那是温伦伦 比你们城城更有材料 我看他清楚 有什么不对啊 你三六八九 今天有这些事情 好吗 都对 都对 你们老婆是怎么办 当初拜扶的事情 不够这些心 不够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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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你同人知道 还有记者在下来的围押欄 你们两个真实用 冯冯 记者那边 我会去安打 你不要收起 你怎么看我媳妇 喂 我 当记者面前 敢在收门 一张的白色都没有 还有你 不要一件事 就给我们知道 天亮幕不够 好的情况 要怎么收拾 跟你们幕不够 中够不够 让你真了解 湘齐 你现在是说新生 还是说来老虎 要你让伦伦去唐贵族学校 是因为要让我们这边 在中央有地位 让人看得起 结果 你把事情抹成这样 你不知道要严重吗 好啦 外面 湘齐 她就一心 想让伦伦在收拾好的教育而已 她根本没想到这么多 是呀 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想 好好想 伦伦是我们这边 在中央的王牌 不要让你補到 被鬼牌 在你们爹爹的面前 我们都已经黑掉了 真的是 生亡人家 没有办法的